欢迎来到澳房测,我是Alex老师 又到了报税季节了 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是我们最发愁的时候 怎么又要交这么多税呀 个人所得税,资本增值税,营业税,地税 光是交税项目就有十多个 澳洲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已经达到了45% 就是你赚的钱将近一半要交给税务局 普通人对避税这个事情办法还真不多 但是有钱人却可以比普通人少交税 甚至是不交税 巴菲特比自己的秘书交税还要少 亚马逊总裁前世界首富贝索斯根本不交所得税 马斯克在前几年不交税的同时 获得个人财富的暴涨 美国富人所得税平均只交3.4% 澳洲年赚100万澳元以上的富人 居然一分钱所得税都不交 所以为什么富人刻意不交税 而我们普通人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交税而发愁呢 因为富人不但知道怎么赚钱 还知道怎么留住钱不让税务局拿走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啊 我对于交税这个事情特别的反感 当然如果你喜欢交税 认为是自己的社会责任交税光荣 那这个影片可能不适合你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不喜欢交税的话 那你一定要看完影片 因为我会讲解7个少交税甚至不交税的方法 注意是合法的方法 如果你学会了 也可以像富人一样留住更多的钱 不让税务局抢走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案例政策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想要少交税或者不交税 第一个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再赚钱了 这一条也是富人们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 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 税务局收税的标准 也叫税机 那就是收入 如果你可以向税务局证明你没有收入 那就可以不交税了 如果你是打工一足 想要在账面上不赚钱 有点困难 富人可以不在账面上赚钱 或者说没有收入 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打工 而是通过经营生意 投资和持有资产来赚钱的 打工人的税机是你的工资 钱还没到手里 税就已经被扣走了 然后再用扣税之后的收入 去购买生活用品 支付费用 买东西的时候 还要再次支付10%的消费税 如果经营生意 税机并不是生意收入 而是扣除费用之后的税前进收入 如果生意收入是10万 生意费用也是10万 那么你今年没赚钱 也就不用交税了 看到差别了吗 一个是先交税 再消费 消费的时候再交税 另一个呢 是先消费 剩下的钱再交税 如果你有一家公司的话 每年年底 会计师就会来催你 赶紧花点钱吧 买辆车 买个电脑 买个包 订个商业假期 买几身像样的工作西装 买点进修课程 等等吧 就是为了省税嘛 如果你是打工组 可能也要在这方面消费的吧 但是如果用公司去买 这些项目都是可以冲底营业收入 从而少交税的 如果你公司花了钱 就不用交税 如果不花钱 就要拿出25%来交营业税 所以政府实际上是在鼓励生意 在当年给自己投资 扩大规模 为将来生意发展 做铺垫 而鼓励的方法呢 就是减少税收 而对于个人来说 政府不会鼓励你的 你的钱爱花不花 反正你的工资该交的税啊 税务局都已经先收完了 换一种思考方法呢 其实政府在收打工人的税 用来补贴企业发展 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公司实体 而把打工收入 用经营公司的方式收取 马上你就会发现 每一年 你都能留下更多的钱 少交更多的税 可以少交税的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使用债务策略 这个方法最好的例子 就是世界首富马斯克 马斯克打工呢 是没有工资的 所以不用交税 但是这并不影响 他是世界首富的事实 有人可能会问啊 那马斯克既然不拿工资 不赚钱 不交税 那他是怎么支付日常开销的呢 衣食住行不都要花钱吗 总不能样样都是 特斯拉公司报销吧 没错 马斯克就是使用了这个债务策略 马斯克是特斯拉最大的股东之一 多年前马斯克入股特斯拉 之后不断收到 当做绩效奖励的股票期权 这些股票价值呢 从当初的6美元 一路飙到400美元 马斯克的财富在账面上 已经到了天文数字 但是只是在账面上而已啊 费务局没有办法对资产价值收税 只能在这些资产卖出之后 如果赚钱了 才能收税 马斯克用了一招 这也是富人经常使用的一招 那就是债务 他在特斯拉股票 涨到100美元的时候呢 拿去银行做抵押贷款 哎银行一看 这股票值钱啊 好 那我按照100美元一股的 50%贷款给你 利息收取4% 那如果拿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抵押 就能带出来50万美元 那记住 这50万是现金 是可以随时花掉或者投资的 而在马斯克的账面上 多了50万贷款 这钱不是收入 所以不用交税 只需要支付4%的利息 而特斯拉股票可能一年就上涨10%啊 所以马斯克获得了现金 不用交税 股票增值还要更多 那如果马斯克再用这笔钱去买个房子 说不定房子还能继续升值 这个策略呢 受到很多富人的推崇啊 拥有资产 资产价格升值 做抵押贷款 然后用来消费 或者是再投资 包括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罗伯特清奇的财富呢 也是通过这个债务策略获得的 而他从来不交所得税 如果你需要澳洲房产投资初步意见 请到澳房测官网 使用免费的基础咨询 澳房测主营业务 包括在全澳范围内 帮您买房 卖房 长短租 房产投资规划 会员服务 在澳房测频道 您将会学到最棒的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初学欢迎加入澳房测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铁粉欢迎加入澳房测油管频道会员 领取福利 并加入专属交流社区 高手欢迎参加80分钟直播公开课 Masterclass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 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第三个方法是最大化税务抵扣 最好的策略就是雇用一位会计师 因为会计师的职责之一 就是帮助人们报税 并且获得税务抵扣 如果你是个体户 或者拥有一家公司 甚至是合同工 你简直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税务抵扣的大门 你想到的没想到的项目 都可以抵扣税款 常见的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啊 那我说几个不太常见的 比如用来装工作 用电脑或者平板的公文包 甚至是女士包 你没听错啊 女包 网络费用 手机费用 手机上购买的 用来提升工作效率的APP 在户外工作时候 需要戴的帽子 太阳镜 鞋子 银行交易费用 在家工作的时候 水电 煤气 网费 房租 办公用品 电子产品 相机 杂志 培训费 汽车相关费用 这些都是可以抵扣税务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纯粹的打工足 就只有投资房折旧一项可以用用了 真的没别的折 第四个可以帮你减税的方法呢 就是投资房产 比如我们买了一套100万的房产 贷款80万 利率6% 出租收入每年4万 注意啊 你可不是赚到这4万 因为还没有扣除相关的费用 费用方面呢 包括利息管理费 市政费 水费 维护费 保险费 现在利息这么高啊 杂七杂八的算下来 每年你可能是亏钱的 比如就每年亏个3000吧 但是房子是有折旧的 尤其如果是新房的话 100万的房产 前几年折旧可能是1万7左右 在你当年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比如你一年赚12万 税机本来是12万 但是房子本身亏了3000 房子折旧还有一万7 那这时候你的税机就变成了10万 一下子就少交了6500的税 相当于你的房子从亏本3000变成了赚3500 少交了税不说 房子本身还有增值 实际少交钱 还有账面财富增长 这还没完啊 那如果房子几年之后 从100万涨到了130万 你可以去银行按照130万的市价 贷款八成 就是104万 偿还原来的80万贷款 手里面还剩下24万的现金 如果不用的话呢 可以放在银行抵冲利息 如果发现好的投资机会 回报率高于银行利息的话 赶紧拿出来继续投资 甚至再买一套房子都可以 所以房产投资呢 是普通人少交税和赚钱 比较好的工具之一 不但帮你减税 还能帮你赚钱 第五个方法是开始从事副业 注意啊 千万不要再打一份工 因为打工只能让你多工作 多交税 没有时间提升自己 并且没有未来爆发的可能 你应该做的是建立一家公司 尝试经营生意 这样呢 在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之下 开启了未来生意爆发的可能性 和获得各种税收抵扣的通道 比如建立一家网络生意 或者是开通一个油管频道 做影片 用流量来获客 卖服务和商品 这根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 如果您对YouTube频道运营感兴趣 欢迎参加我专门为大家制作的 80分钟线上直播课 我如何一个月在YouTube赚1万美元 付费级别课程完全免费放出来 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您少走弯路 快速开通YouTube获利 把频道做大赚钱 报名链接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你不是在YouTube上看到本期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 获得报名链接 第六个方法 就是使用海外避税策略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海外避税天堂 很多国际互联网公司 使用的就是这种策略 你觉得谷歌 苹果这些大公司 每年交多少税呢 可能比你交的还少 比如一家体育公司在美国运营 但是这只是一家现金流公司 钱只管进管出 不留在美国 会计很厉害 把收入扣除费用之后 每年做成盈利 比如说2亿美元 但很巧的是 这家体育公司 所使用的商标所有权 属于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公司 那正好一年的商标使用费 就是2亿美元 等这2亿美元呢 从美国公司 转到开曼群岛的公司之后 不用交税 因为开曼群岛免税 看懂了吗 这就是对海外避税方法 最简单的理解了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 小生意主和企业老板 怎么来避税呢 那就是找找那种比较发达的国家 又随时能去 还鼓励生意运营的 举个例子 澳洲的公司营业税是25% 而新加坡基础公司营业税 只需要17% 还有更多的减税方法 赚到的钱 如果再投资的话 比如说投资证券 没有分红税 没有增值税 只要你肯钻研 一定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避税国家 和实体类型 当然还是那句话 纯粹的打工人在避税上 没什么好方法 就只有房产投资一项 第七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你需要财务和财商教育 为什么有人一听说 开公司还没做 就打了退堂股呢 为什么很多人 根本就没有想过 使用各种避税方法 首先呢 就是懒得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不想改变现状 其次呢 就是还没开始 就认为自己做不到 没有信心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看看激励人的书籍 听听财商教育相关的讲座 当然还有关注 我另外一个财富财商的频道 爱财说 我最近呢 看了40本 关于财富和投资的书籍 总结了40条 最有用的 便富有的 经验教训和方法 分享给大家 影片呢 过几天就会上线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 订阅 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旁测 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